他为了救我 刺出了自己的心脏 我来 我封住了他的心脉 他失血太多了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焦焦白出来 焦焦白 小白呢 你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走 怎么了 很疼吗 船儿 你是不是傻 为了救我 不惜用刀子 插向自己的心脏 你不要命了吗 不点灵灯了吗 还是 你现在为了我 不敢面对点下灵灯的那一刻了 以后这种事 舅舅给我来做吧 行啦 怎么样 别动 伤口裂了 我帮你涂药 我帮你涂药 我们还活着 是啊 是你救了大家 那妖怪 跌下了火山 我们都活下来了 还拿回了灵灯 小白呢 怎么不见他人 你看 小白不是在这儿吗 小白消耗了太多的心力 睡着了 你也知道的 他平日里最喜欢睡觉了 我们不要吵醒他 让他 好好歇息 好好歇息 好 来 来 你以为 你这伤口的伤 是谁包扫的 好 疼的话就咬我 好 这样的疼 你是不是经历过很多次啊 很多次 那你疼的时候 咬谁啊 小白 那 你要是被点燃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很疼 可乐 九云 我 我想吃所有饼了 我 我 我 好 好 我们明天就去吃 这酥油饼 可比鲜耀灵多了 吃上一口 什么毛病都好 那是自然 到时候我也想开一家饼店 照片上就画一个油壶 上面写的 玄壶济世 治饼救人 谢谢 姑娘是赶上好时候了 咱们桃园镇啊 紧挨着骊国 一年前 别说是开肉饼店了 邻里们 在家都不敢煮肉 生怕把那些妖怪给招过来 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妖怪们一大半啊 都去了南门之地 我听道士说 是他们的妖王回来了 你们安心开着你们的饼店吧 不管是骊国还是桃园镇 以后不会有妖了 这天下怎么会没有妖呢 那得请多少个道士 请什么道士啊 自然是点 老板 老板 饼壶了 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呢 川儿 如果我们开饼店的话 我来和面吧 那和面是技术会儿 你顶多是收拾钱 谁先不沾腾臭的 我就换你说的那个油壶怎么样 那你还是写字吧 我总有一级之场吧 再不济 写肤对脸总可以的吧 写什么 你嘴上有油渣啊 滚蛋 老板 再来两张饼 好嘞 不济 零 因为 我们下咖子 遇见 年轻月 都哪样 孙击 有